市民主席 我們接過線索之後一直在追查 那從網路一直往上追 目前我們有發現有兩名可遺試案對象 那至於這兩名是不是真實試案對象 我們還會再根據他所使用的手機或電腦 盡以不得來調查才能確認 因為以不知遙遠散佈在網路上 可能會造成民眾恐懼 可能涉及刑罰 妨礙秩序 還有社會秩序違和法 散佈不知遙遠 危害公安 可能會涉及到這兩種罪行 現在就是あります 各位主要看 兼容增窓 節酷 宝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